大家好,我是立委若選人跟柏妤 那我今天要來提案 想先問答案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的選區的市議員有幾個 叫什麼名字? 五秒鐘快問快答 一、二、三、四、五 好,絕對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在選舉前不知道 那你知道你們的市議員平常在做什麼嗎? 大概馬上想到的是 你就是官說喬事情跑紅白天 那你如果比較有善子或有在看議員投票指南 你可能會大概知道他們有在質詢 有在提案有在審預算 但是即使他們在質詢提案審預算 也可能都在講這種以下這種屁話 比如說同志婚姻是沒有好下場的 或是這個要拆除一個海沙屋 然後議員就說老鄉長托夢說不要拆 當然就是提這種案 就說要推動同志到台灣旅遊 應該要各個旅館要定定因應對策 防止愛子滿這種體態 那但你應該也不會知道 因為反正畢竟大家都不認識他 基本上落選以後 落選已經兩年了 那除了在OCF工作以外 我都在做一些基層服務和一些老人家吃飯之類的 那大部分的選民其實就跟大家一樣 對市議員都沒什麼影響 那即使知道也可能只知道某個特定的市議員 因為紅單可以找他銷單之類的 那這樣的狀況只會讓這些不是任的市議員不斷複製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知道市議員到底要做什麼 或什麼才是好的市議員 那所以建立一個這才是市議員該做的事情的這個印象 就是改變的第一步 那但是到底什麼才是好的市議員呢 這時候就會很多問題跑出來 比如說跑紅白鐵就是不好的市議員嗎 那用一元配合款是不是好的市議員 那正二代就一定是不好的市議員嗎 那所以我只好用舉例慢慢告訴大家說 哪些應該不是好的市議員要做的 比如說提案要求新北市不要推動一利一休的那些指張 那我們的提案呢 是我們想要做一個像是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 或我們都是李明哲的遊戲 讓大家知道市議員到底在做什麼 該做什麼 那我們目前的進度是 因為我是新北市之前在新北市選舉的立委落選人 那我未來也可能在新北市參選市議員 所以我們已經盤點了新北市這一屆所有荒謬的新聞 那你們看過呢 你剛剛看到的託夢啊那些就是我們這一屆的荒謬新聞 然後還有他們的政見有很多很荒謬的政見 比如說五條件支持朱立倫當選總統這種 那還有一些荒謬的提案 那我們開了Blooddb的team 然後決定好題目走向有沒有大概有討論一下 那我們預計這個希望六月的時候可以上線這樣 那我們徵求anyhelp文案寫手想要幫忙抓資料去找 除了新北市以外其他荒謬新聞的人 或者荒謬提案的人 還有設計師前端工程師都是我們需要的 謝謝大家